一个中程药,疏肝强过逍遥丸,化痰优于二臣丸,化着降脂,专克脂肪肝 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个中程药,这个中程药呀,疏肝强过逍遥丸,化痰优于二臣丸 可以说呀,专克脂肪肝 脂肪肝这个病啊,虽然是不疼不痒,感觉好像不管它也没啥事 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却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甚至导致肝硬化 那么在西医看来啊,脂肪肝是肝细胞内的脂肪含量过高 中医理论中啊,没有脂肪肝的说法,根据它的病激和症状表现,划分在肝疾的范畴 在中医看来啊,脂肪肝的形成啊,不仅是肝的问题,跟皮啊,还有很大关系 啊,为啥呢?这种多余的顽固性的脂肪啊,非常粘腻难化 跟中医痰式的性质啊,非常相似 痰从哪儿来啊,皮哪儿为生痰之源 而且我们看脂肪肝的病人啊,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偏胖的 平时饮食不注意,喜欢高热量啊,油腻的食物 超过了皮肥的运化能力,形成了脂肪的过度堆积 这跟痰式内生的病界啊,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想调理脂肪肝,不仅要从肝入手 还要兼顾到皮 也就是说啊,不仅要疏肝理气 还要健脾化痰 那么说到疏肝 首选药物就是逍遥丸 而化痰的首选方则是二称丸 但今天我给你说的这个药,疏肝啊,强过逍遥丸 化痰优于二称丸 这就是化质揉肝颗粒 这个药的组成啊,既有柴虎来疏肝理气 则蟹,朱灵,沥水渗湿 还有阴沉大黄啊,来清肝胆湿热 另外呢,陈皮,瓜篓和山楂负责化痰降脂 清理无形之痰 清干净了,再用墨汉莲,女真子,狗妻子等 不易干肾 既清了肝胆,也见了脾胃 湿热,弹湿等垃圾啊,也清理干净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设计用药,还是要谨慎 如果你有需要,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